音乐艺术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是一个时间艺术 它承载了我从小到大 对很多事情的美好的回忆 当我们听到一个很熟的乐曲的时候 就会给我带入到这个回忆当中 声这个乐器在我们华族文化里 应该说是非常古老的一种乐器了 它有四千年的历史差不多 我们讲华族乐器都是一个字 像比如说琴 色 争 勋 管 那么声 它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乐器 它可以吹和声 它以和为主 所以代表我们中华文化里 一种中英的一个意思 孔雀开平 它非常能够代表声的一种演奏特质 孔雀开平这首曲子 它取材于山西的戏曲名歌 由阎海登老师作曲 一九五几年做的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曲目 也是我们吹声的必吹的一个曲目 孔雀开平这首曲子 孔雀开平这首曲子充分发挥了声的演奏技巧 它应用了利音 呼舌 吐音 打音 最典型的就是呼舌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乐器会有这种效果来产生 它能充分反映出孔雀那种展翅欲飞的形态 我是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吹声了 这首曲呢 这首曲呢应该是学了两年以后 有一个生老师 吴兴水老师教给我的 他让我来演奏这首曲 你要说差别嘛 应该说现在演奏起来以后呢 就更随心所欲一些了 我们搞音乐这么多年 对音乐的理解呢 也提高 就更能好地来驾驭这首曲子 我认为这艺术还是来源于生活 我们能够达到所有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审美的一个观点 主要是一个普世的来进行 觉得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非要标新利益地去怎样怎样怎样 对音乐 消換 出门 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